严重声明 本视频的一切是无极减肥方法 指向于UP本人 这只是一个快乐直播 并不是减肥指导视频 希望大家主请参考 祝大家观看愉快 大家好我是郭志源 秋天来了 树叶黄了 秋标还没贴上 减秋标的日子就来了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一周吃饭日记 今天早上吃包浇牛排和鸡蛋黄油蛋糕 这两个菜都是我自制的改良版 再来个醋溜儿菜 简单快手营养的早餐 就这样出现了 还配了一些小零食 牛排要蘸沙拉酱和番茄酱吃 这样在家已能收获爆浆的快乐了 这个鸡蛋黄油蛋糕我真的强腿 上一周我几乎天天都在吃 背景很吵是因为我在看环珠格格 小燕子真的太吵了 我做后期的时候经常被他吵到失了志 第一天录像的时候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仿佛坐在盛光里 鸡蛋黄油蛋糕真的特别的鲜 今天要出去自喜 所以提前把中午饭自己备好 套吃了两口哈根达斯草莓味 嘿嘿 准备了一下就出门了 开始学习 然后就到了吃中午饭的时间 今天中午吃的是摩鱼冷面 这个其实就是把冷面的面条换成了摩鱼面 这个西红柿最甜最好吃 摩鱼面的这个吃法是我目前研究出来最好吃的吃法 酸酸甜甜的很开胃 但是我每次吃这个面是绝对不会喝糖的 这样大口头面也太爽了吧 这口大啊 下午去上课有点缠 买了个BG凌尺 此时此刻我仿佛忘记了早上的冰淇淋是用来解馋的 解馋了就赶紧扔掉 下课 顺道去一趟我的快乐老家大连商场 是吃了小面包 这里的好吃的多到让人流泪 但是我不能流泪我要减肥 回去学了一会儿西又出来散步了 周一就这样过去了 周一感想吃了冰淇淋所以可能会长秤 但是很快乐 果不其然长秤了 看了会儿综艺发现这个差不多给我馋死 今天早上自己弄个豆浆油条吃一吃 再炒一个黄瓜鸡蛋木耳辣茶 这个速冻米尼小油条太干了 但是解馋型 豆浆油放的是代糖所以不会发泡 虽然没有外面的好吃 但是有的吃就已经很不错了 这个黄瓜炒就是家常的小菜啦 早上吃的不是很多 是因为今天又要回学校 自制一杯豆奶拿铁 据说这个超级好喝 好的不好喝 又开始每日快乐园前吃哈根达斯 出门了 楼下的早餐它太丰盛了 又到学校了 路过了好多地方 想起了曾经放纵的日子 办完事就又去吃饭了 嘿嘿 我发现学校居然弄了一个小蜘蛛 我决定吃这个 因为什么都可以吃一点 这个瓜瓜超级甜 但是平心而论 大部分菜品还是很一般的 我就是吃个花样而已 我做后期的时候观察自己 发现自己吃到好吃的东西 和不好吃的东西 表情都差不多 真是令人疑惑 买了杯吼龙果汁 又来面包店转了转 学校面包房出了一个什么四葱热狗 我买了一个 因为这个果汁没让它加糖 所以真的是原汁原味呢 再来尝尝这个四葱热狗 所以像四葱一样吃了 其实就是肉酥面包裹了一根茶 还四葱热狗 可真能整 又跑过来吃水果捞了 才吃了八块七 我以前吃水果捞都吃五十块钱的 因为水果里的果汤很高 所以我平时连水果也不怎么吃 但是就这点水果 我也觉得我会长胖 尤其是放了酸奶 那么甜 芒果的糖分太高了 我吃了一口就不敢吃了 这个小笼包是牛肉馅 实际相瞒 很难吃 所以我只把馅吃了 皮扔了 吃完就又回去上课了 下课了 回家 运动 幸福的周二就结束了 周二改想 今天肯定是要长车的 但是今天吃了好吃的东西 开心 有本事吃就要有本事 今天是我的断食日 本来是很难受的 但是因为昨天长臭 所以断食炖的心甘情愿 断食日早上我会吃一点东西 今天吃的是酸奶和控能饼干 自制的酸奶虽然酸 但是没有糖 所以吃着安心 控能饼干香香的 因为今天只有这一顿 所以吃得格外的珍惜 我看这个综艺就是想要我的命 我看的眼儿都直了 没吃饱就多喝点水吧 喝水又有助于减肥 又看了会吃播 我太难了 吃块黑巧合力当零食 扎上束缚带 这个束缚带我从L码穿到S码 下过于没有是XS码 来会有便利买杯黑咖啡喝 黑咖啡一直食欲还消除水肿 我忽然发现这一刻的单词全是好吃的 这也太残忍了吧 我缓缓打出一个问号 下课啦 今天也是逛超市的日子 去超市的路上我看见了这个 这个 天呐 要劳命啊 到了 今天来买我最想吃的这个 新疆桂皮南瓜 很糯很甜 开始逛超市了 我特别喜欢逛超市 尽管我在减肥 很多东西都吃不了 但是就是看着货架上的那些东西 我就觉得很幸福 哪怕这些也不能吃 看见试试只能快点走开 买了南瓜就回去了 又去了一趟菜场买点新鲜蔬菜 周三 and 周三总结 虽然断食但是并不辛苦 我反而是超市快乐的一天 期待明天 因为能吃饭啦 断食还是很有成效的 今天要吃酸菜炖大骨头 大骨头是昨天晚上就炖好的 其实或是今年第一次做这个菜 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再再冻不冻豆腐 冻豆腐也是我自己冻的 它有宽粉 昨天的新疆贵族南瓜也护好了 超级软超级香 这一块南瓜大概150克左右 就是我今早的碳水辣 尝尝酸菜 天呐我可真是个中华小当家 此时此刻我只想叫自己出彩东北人 Amelia 耿耿啥啥啥的 咸咸啥啥的 牠太好吃了 开始文雅的吃大骨头 这一口肉 幸福 我活着险地erer 这段我不知道说什么 大家欣赏一些音乐吧 吉那些 我之前一直以为做成功很复杂 但是我的技术还蛮简单的 果然大骨头还是要拿在手里啃的 你看这大骨头 我想我带劲 吃了这一顿来生海做东北人 这个菜在东北就叫所谓的硬菜了 我大早上就吃了这么个硬菜 真硬 哈根达斯硬上加硬 绝了会儿席就开始做中午的饭了 中午简单吃个烤虾 快过期的牛奶给自己做个牛奶布丁吃 烤虾和韩国的这个是鱼小饼 今天的午餐特别是简单 因为早餐的菜太硬了 我减肥之前是不吃南瓜和虾的 但是减肥之后我几乎吃什么东西都好吃 谁能想到当初不吃南瓜的我 现在想成为一只南瓜呢 出门上课 回家拆快递 尝了一口这个麦片 香 布丁已经冻好了 尝了一口 好吃 周四感受 今天是幸福的一天 吃得很健康也快饿 明天还可以吃东西 开心 我发现我居然没录我体重的视频 我在干什么 今天要给自己烙一张大饼吃 全纳饼皮卷上自己喜欢的蔬菜 牛奶布丁配上麦片 来一勺哈根大斯冰淇淋 一个自制小甜品 我还没切好名字 今天早上要多吃一点蔬菜 大饼是真的可以卷万物啊 我在减肥之前也不爱吃甜品 但是减肥之后真的是超级爱吃甜品 大饼一卷 咬一大口 不管你馋不馋 最后期的我是又馋了 这样的饼皮卷上自己喜欢的蔬菜 又不会胖 谁会不爱呢 在额外吃点蔬菜 蔬菜里的维生素绝对够了 不用再多力去吃水果 这一大段我又不知道说什么 大家还是欣赏会音乐吧 总之就是这样的早餐对我来说 很营养很丰盛很好吃又不麻烦 我本来就喜欢自己做饭 可能上辈子是心都放逼的 给自己做饭又减肥又好吃又营养 所以根本就不会觉得严烦 牛奶布丁作为饭后甜点太优秀了 给自己鼓鼓掌 又添了一点麦片 这种烘烤麦片其实并不减肥 但是只要控制掉 什么东西都可以吃 您的好友神厨小志愿又上线啦 今天是东北云菜 闹豆浆 我突发奇想 想把南翔小籠包 烤湯圆放进炸锅烤一下 然后它就炸了 你看这个豆角它油旺旺的 它能不香吗 还烤了个无油炸鸡腿 话不多说你们自己想象 我特别喜欢吃吃青椒 来尝尝这个烤湯圆 烤包子 还切了半个生的牛油果 下面也想伴随着音乐 非常这段吃播 这段镜头看起来模糊 是因为炒菜的时候 有点子崩上了 我也没发现就这样 迷迷糊糊的路了 还吃了一个汁甜的小试试 然后又是冲水快乐的一下午 周五感想吃得很幸福 是开心的一天 明天断食但是不用上课 幸福 长了三两 但是我不太在乎 今天断食只吃一个鸡蛋 和一点南瓜 所以这段吃播里 只有一个鸡蛋 欧索娃 只有一个鸡蛋的吃播 见过吗 鸡蛋两口一个 嘿嘿 穿上了束缚带 就又出门了 穿了一双回力low 今天去咖啡厅 调了个顺眼的地方坐着 还是冲美式 又吃了块黑巧克力 这个黑巧克力的纯度 是97.7% 特别苦 但是吃习惯了又不苦 这外兵们是苦的让人变形 我在那天就开水坐后期了 我一坐后期就变得废寝旺盛 所以我那一天基本上没有想起来吃东西 一直在坐后期 中午把这个南瓜吃掉 是50克左右 对 还是那个新疆贵族南瓜 我的一整个下午基本上都在这样 这样 这样 收拾收拾去超市买点菜 去了一趟河马 又买了个南瓜 和哈根达斯 看见了报事 我还是赶紧走吧 周六感想 因为手头有事 所以完全没有觉得过 看起来很冷 但这一天真的太快了 明早就有吃的了 成体重开启美好周日 今早吃个洋气的 做橘南瓜布丁 再冲个木瓜豆浆粉 我发现我一天跟瓜干上了 我可能是个瓜娃子 橘南瓜要加两片芝士 还要放卖片 天哪 我这一周到底吃了多少顿南瓜呀 芝士有一点烤红了 但并不影响它的美味 这个橘南瓜真的是要老命的香甜好吃 麦片的脆 芝士和那个布丁的奶香 还有南瓜的甜 充分地融合在一起 吃东西也太幸福了吧 我现在最后期光看着都觉得很幸福 大家有机会一定要自己做一下这个橘南瓜 真的好吃又简单 早上就这一碗橘南瓜我就满足了 不需要再吃别的了 这个豆浆没有喝出来木瓜味 中午想吃无油烤巴鲨鱼 再做一个娃娃菜炖豆腐 我可能是什么南瓜推广大使吧 这是一口香香的巴鲨鱼 其实娃娃菜炖豆腐整得特别的淡 但是淡了总比写得好 巴鲨鱼 沾上我的特质酱料 除了好吃我还能说什么呢 吃吧 又是想念的鸡蛋黄油蛋糕 又是一顿完美的午餐呀 最后还剩了一些没吃了 那么以上内容就是我本周的吃饭记录 这一周总共减重二斤 还有一个特别明显 你们自己截图看吧 给沙拉沙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